哇 終於到了 我真的等超久也超期待的 你知道你眼前的這個傳說對決大禮包 開賣不到7小時 全部都被秒殺光光嗎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全家便利商店跟傳說對決的 最潮聯名喔 預告的當天我還記得我睡了鬧鐘 一早起床我就衝到全家11點 馬上跟店員說 我要預購全家的傳說禮包 那個時候店員還不知道 我建議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這些單品 官網好像還有一些些 你可以下載全家便利商店的APP 直接去喔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哇 一個愛麗絲的帆布的購物袋 看起來好可愛喔 我就可以拿來當我明年女朋友的 情人節禮物 再來就是傳說對決的大頭公仔筆 這是我這次最喜歡的喔 我也是我最期待的 再來就是一件黑色布萊特的漁衣 有一點霸氣喔 還是變身的布萊特 這一個是什麼啊 一根條狀的東西 一個大棒棒 喔 傳說對決的雨傘 據說這次雨傘 這次有非常多細微的彩蛋等等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喔 這次商品還做的算是蠻潮的喔 再來就是大家最想要的 傳說女團的滑鼠墊 這是一個無線充電的滑鼠墊喔 這個可以拿來充你的手機啊之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來拆開公仔筆 你知道嗎 15筆他很好奇我到底在拆什麼 也因為我在拆貓飼料之類的 然後不要就算了喔 有沒有覺得超級可愛的 我家終於有5隻原子筆了各位 這個東西只要1000點的全價點數 加上700點 你還可以另外得到 西路卡必中造型箱喔 這次西路卡造型也超級讚 那我們接下來開箱第二個 我最喜歡的 這個東西是傳說對決的帆布袋 他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提米 一個是愛麗絲 哇 提米這個黑色的也做的太好看 前面還有一個小口袋喔 那這個呢 購物袋是1000點加上500元喔 哇 好帥喔 我覺得這個好帥 這個男生應該會很喜歡 那左邊這個女生應該也很喜歡 我覺得可以拿來當我女朋友 明年的情人節禮物 後面還有個傳說對決的標誌 這個還可以背喔 他不只設計成提帶喔 我覺得蠻不錯 這個東西我蠻喜歡 尤其是黑色這一個 不過大禮包是隨機的喔 這一次白黑我都有拿到 還是蠻幸運的 好了那白色的這個後面 也是有粉紅色的傳說對決 真的超級可愛的 那再來我們來開箱的是 這一次人氣最高的單品 傳說對決跟傳說女團的滑鼠店喔 這個也是開賣就直接被秒殺 而且我覺得質感蠻好的是 你可以看到右邊的貂蠶 它是可以用無線充電 不是充電你的滑鼠 不是充電那種無線滑鼠 是可以配合像是你的蘋果手機 假如無線充電 而且細節跟材質做的算蠻到位 後面也有做防滑的處理 哇這個超級讚 難怪也是被秒殺的熱門單品之一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根大棒棒喔 據說是這一次產品裡面最多彩蛋的東西喔 雨傘我非常害怕喔 如果它上面印了很奇怪的圖案 我會不敢背出去 不過它是做全黑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喔 連雨傘套都有做 算是蠻貼心的喔 欸 光與影的對決 所以用一個黑跟白來呈現 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先把雨傘套放在後面 喔 這是一把自動傘啊各位 哇 好奢侈 我國小的夢幻物品 超想要一把自動傘 變魔術給你看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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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哇 哇 雨傘的 這個底部它是一個 傳說對決光與影的那個漫畫 也是錦跟刀鋒寶貝在冒險 哇 這個非常適合 跟女同學下雨撐出去的時候說 你往上看 不是星空 而是我跟你的傳說對決 太浪漫了 各位 欸 在家裡撐傘好像 怪怪的 我覺得這一次設計的雨傘也太棒了吧 這算是第一個小彩蛋 哇 欸 底部好像有一個 手電筒的樣子 那我們先把雨傘收起來 頂部的話就是一個黑色 然後一小面是傳說對決光與影 然後一大堆英文字 好 我帶你去我家的廁所 看一下喔 這個要到暗暗的地方才能看到 底部它是有個投射燈喔 你有沒有看到是什麼東西 不是我啦 是一張傳說對決的地圖耶 而且它還有紅藍方 這個東西我覺得也算是 設計的小巧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開箱這一次的重頭戲喔 全家跟傳說對決 它上面名字也超酷 叫做刺客風衣雨衣喔 黑色的樣式是布萊特 那這個東西是 任選兩件喔 所以它1000點再加上800元 你就可以得到這兩件 一個是布萊特 那另一個的話是刀鋒寶貝 也是剛好一男一女 不過老實說布萊特的我覺得 超級帥耶 它是一個黑色有點eva的材質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刀鋒寶貝 刀鋒寶貝這一次 我以為黑色的我已經超級喜歡了 沒想到白色的這件刀鋒寶貝 哇 真的是霸氣外露耶 哇 這一次的聯名 我真的都好喜歡喔 各位 哇 哇嗚 好吧 那這一次的聯動呢 你也可以下載全家的APP裡面 其實還有一些蠻不錯的單品 像是我眼前的這一組傳說對決 大頭公仔比 我覺得超可愛 這一次也是我最喜歡的 竟然還有 那這一次的聯動商品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部分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啊 我會抽出一名幸運的觀眾 我會把這個大禮包 直接寄到家裡送給你哦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哦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